2023台湾反战声明工作小组成员包括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所荣誉教授傅大为 台所为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卢茜怡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前院长 现广播电视系兼任教授郭立新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前主任 现新闻系教授冯建三 我们台湾大多数人维持现状也有共识 可是维持现状的共识 我们也知道现状其实并不好 台学者痛批 民进党当局的所谓两岸维持现状 以拖待变已经过时了 一位所谓以美抗中 台海紧张情势 美国要负最大责任 真正在所谓抗中的是美国 民进党当局不要随之起舞 不少台学者们也谈到 对于民进党当局对待美国的态度百思不解 台所谓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卢茜怡表示 台湾媒体在谈到两岸紧张 所引用的所谓美澳智库 这些智库一边拿了美国军火商的钱 一边拿民进党当局的钱 这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模式 在这种利益冲突之下 台湾民众得到信息 就这么紧张的奔向战争 这里面大有问题 这与诈骗集团先滋养恐惧再收钱 是差不多的道理 我觉得看起来现在政府对于美国的要求 等于是没有 没有谁能够踩刹车 我有一股力量 就是很用力的定住你的头只准看那边 参与签署反战声明的台湾扬明交通大学 兼任教授周成功也表示 过去美国在国际社会发起的争端 背后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若还有人相信 美国是为了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而战 要不就是天真单纯 要不就是别有用心